請起座 打開的小防空車 現在要卡去上線囉 潛入山區走到海邊的 大台南小防空車 又多了一條路 穿了一條選項選法的綠二之一 五月三號由的安威特市長 主持正式英文 這是台南市第24條小防空車 統計大型貴小防空車的 人數已經接近了10萬人 而且我已經接近百萬一九十 雅營處在小防空車 尤其說它是絕對的用來把它塞下去 今天我們很高興來跟 市民朋友宣布我們山上 跟散化區的小防空車 的服務今天來正式開通 那我想這條綠二之一的路線 我們是要來服務 山上的中坑里 中坑仔的地區 服務的缺口 因為過去都是用支線公車 繞紙的方式 那我想改成小防空車服務之後 加上它的預約的服務 以及站牌周邊一公里內 的民眾可以大幅接送 我想可以大幅改善 我們在這個山上跟山化 沿著178跟178甲線 四道的周邊的這個 我們散落的這些村落 的這個居民的出行的服務 那小防空車的服務 從我上任第一年開始 陸陸續續這些年來 已經累積了將近十萬人次的搭乘 那滿意度 高達百之八十以上 八九十了 那可見 事實上對於偏鄉來講 小防空車是最好的解決方案之一 那所以說 我們很高興迎來這個部分 而且讓我剛剛提到了 行政院也獲得了政府服務 我們獲得行政院的政府服務獎 因為小防空車有小防空車的現實還不少 但才能是做得最好 我們可以看到小防空車65歲以上 搭公車免費 那他搭小防空車是免費 只要事先預約 他到哪裡都可以 所以說對於我們年長者 以及對於偏鄉的服務 是無庸置疑的 那我們將來也會繼續深化 小防空車的這項業務 也會讓 因為台南市浮原太大了 總共有2200平方公里 這部分我們要開拓更好的這個 大眾運輸路線 小防空車光不可沒 大眾運輸路線 小防空車不僅是最新最愛 裡面的車方式 而且收費 也是比較廣 我想小防空車的服務 我們已經 這是第24條的路線 那也是我們 第18跟第19個行政區 那我們想後續會 陸陸續續的來針對 我們偏鄉散村 這個居民的出行的需求 來規劃小防空車的服務 我想小防空車的服務 大家很熟悉 第一就是用公車的價錢 來搭乘計程車的服務 那我想前一天如果你要預約 前一天下午5點進線 就可以來預約 那如果是定線定班 在站牌上面來招手就可以搭乘